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谢各位今天来 我们又讲一项的规矩 首先介绍报告 如果有什么问题 先问到有关报告 然后大家应该有足够时间 请问一下曾先生 我今天和大家介绍的 我们的年绕报告 是培育政治人才发展来国际道 这个是我们对于 特区政府的高官民责制 和行政会议的组成和职能 的一个检讨的报告 有关的主要的建议 较早时已经包含在我们 香港愿景的十大政光里面 关于我们认为 如何改善文责制 和行政会议 应该如何发挥 一个内阁的作用 较早时已经提出了 不过今天这个报告 是会提供我们这些建议背后的一些理据 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 和收集到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参考的资料 首先来找我们的负责研究的同事 和大家介绍了报告的内容 OK 多谢各位朋友 如曾先生所说的 我们今天的报告是关于 高官民责制和行政会议 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个 做题目呢 主要因为高官民责制实施了十多年 亦经历了三届的特区政府 但我们未见得 民责制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作为政府最高层次的架构 其实它既是会影响 现届政府的民望和施政质素 同时长远来说 民责制的发展 亦是一个政制的问题 尤其是香港已经不能够 回到官僚治港的体制 民责制当时是行得对的 因为它令到行政和政治 有一个更加明显的分工 而且现在的政治工作 是专门由政治委任层去负责的 但是到底民责制出了什么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一听到民责制的时候 第一个批评一定会问 官员有没有问责呢 其实这个批评很大程度是源于 香港其实未有一个执政党的出现 而且政府一直都未仔细地去界定 什么叫做个人和整体 政府领导层的集体责任 所以很多时市民所说的问责 就是说官员个人的问责 也都将问责是直接等同于要官员下台的 对于这个问责的定义 其实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我们报告里面也都提到 在很多外国的情况 其实所谓的撤换官员 只是最后的手段 而且问责不只是说个别官员的责任 也都在讲整个管治团队 如何为施政去问责 这里就牵涉下一个问题 到底香港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管治团队 甚至是一个内阁的概念呢 我举英国作为一个例子 他们的内阁主要是由官员组成的 一个决策机关 并且也要奉行一个集体负责的原则 不过香港的情况很特别 香港基本法里面是没有内阁这个字的 而最接近内阁的就是行政会议 我们也都研究过 其他曾经受过英国管治的地方 他们以前都是有行政会议的 但是独立了之后 行政会议会有两个发展的方向 要么就由内阁去完全取替行政会议 譬如新加坡就是这样做 另一种方法就是保留行政会议 但只是有一些仪式上的功能而已 另外实权就是在内阁的手上的 在香港来说 问责制实施了之后 董先生其实都将行会 变成一个类似内阁的架构 他透过削减非官首成员的人数 以及要求所有的主要官员 是要加入行政会议 做集体决策的 但往后的行政长官 就未必是这样安排行政会议的职能 譬如他们加入了大量的非官首成员 而且主要官员也不一定要出席行政会议 就令到行政会议未必发挥到 内阁的一个集体决策的功能 至于我们建议下一届政府 应该如何改组行会 令到它成为一个集体决策的机关 在建议里我们会再详细交代 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副局和政座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第二届特区政府的时候 当时局长就一脚踢的 我们也将局长的工作分为三个主要的范畴 包括政治、政策和媒体 当时局长一个人要做完 到了2008年曾荣权先生决定 要扩大政治委任层之后 当时就多人去帮局长去处理不同范畴的工作 我们也认为当时扩展政治委任层 那个问题意识是准确的 但在设计上来说 我们的研究结果指出 其实枯局未必能做到以上这几个职能 问题有两个成因 第一是关于拼任机制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拼任机制 相信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通过面子而已 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考核 对于副局长的能力 换言之就是说 拼任机制本身确保不了副局长的能力 第二就是政策局里面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工机制 换言之副局长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其实是由局长去安排 但是如果副局长的能力 是不受公务员和局长认可的话 是很难安排一些具体的工作给他的 导致结果就是 副局长很难在一个 完整的政策制定过程里面 找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位置 而且如果他们不能够 是落手落脚参与政策制定的话 他们也不熟过政策 那变相另一个功能也做不到 就是协助政策制定 协助去游说立法会和主要支持者 是去支持政策的 另外就是关于政治助理的问题 那我们认为 其实政治助理的处境 是比起副局更加尴尬的 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政治助理 它是属于更加初阶的政治委任职位 而我们其实也跟一些前政助谈过的 他们就认为如果有部分的政助 是没有那个局所需要的技能 而局长又未必是了解那个政助的能力所在的话 其实也是在政策过程 制定过程里面 那一位政助是很难有一个具体的工作的 那现在大家都知道 有部分政助除了是做媒体工作之外 也都有一些是主要做联络工作的 但是联络工作来说 政助都是一个局限 就是因为政助的地位和权力 是未被受到各个持份者认可的 那我所说的持份者是谁呢 譬如政党或者一些地区团体 甚至有些持份者 就是prefer我和局长直接谈 就是我不和政助谈 所以总结来说 如果政治助理在局内 是没有一个很具体的角色的话 就做不到政治助理所设计的这个崗位的初冲 就是培训政治人才和协助局长施政 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问题 就是关于政治人才培训 和晋升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那简单来说的问题就是 一个政助做完五年的任期之后 他要继续在政界发展是很困难的 首先要在政府里面找工作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政治助理 基于他的支率和工作性质 和副局之间的差距 正助做完五年之后 其实都很难是胜任副局长的 第二 就算他们要在政界找工作也很困难的 那这个是外于周边的配套 譬如政党政治的发展未成熟 还有做过政治助理 其实也未必对于一个人去参选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找到的数字来说 就是08到2012年 其实大部分的政助都是离开了政界的 那最后一样 就是如果那位政助就算不从政也好 那他去其他界别发展行不行呢 那现在的安排就是 除非委员会批准 否则政助就要经历一年的冷河期 就是一年是不可以做事的 那对于他们的事业发展 甚至是生计来说 都是很大的影响 那所以呢 其实担任政治助理这个崗位的人 其实他们都要付上一定的代价 好了去到具体的政策建议 那我们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将副局长的聘用和培训制度化 那这个有四部曲的 那我们针对的问题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现在副局的拼任机制 是未能够确保副局长的能力的 而我们的四部曲呢 包括第一就是入职条件 我们认为呢 符合以上这三个条件的人士 是可以去投考副局长的 包括就是D3或者以上级别的公务员 第二曾经担任特别顾问的人士 一会我们会解释什么是特别顾问 那第三呢 就是15年专业或者管理经验的人士 第二呢 就是现在没有的一个程序 就是我们希望呢 加入一个招聘考试的 那这个考试呢 就是确保候选人呢 对于政治和政策 是有一定的认识和前面 第三部曲呢 就是当那个候选人考得好的时候呢 他是会邀请去做面试的 那我们会恢复2008年那个面试的安排 就是分两个阶段的 包括面试小组和拼任委员会 第四呢 那副局长上任了之后呢 其实还没完的 还要经历一个培训的程序 那我们的做法呢 就是副局上任的头半年 如果那位局长认为副局是有需要的 是可以要求他去上堂的 那但是那些堂在哪里去提供的呢 就是公务员培训署 那现在公务员培训署呢 他主要服务的对象呢 都还是公务员团队 但是我们建议呢 培训署的课程呢 是可以扩展到政治委任层的 而至于呢 接下来的四年半 如果副局长自己觉得 还有时间或还有需要的话呢 他可以继续上堂的 而他上过的堂呢 是要向局长报告的 好 另外呢 可能刚才记者朋友都会留意到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邀请公务员去投考副局长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就是主要因为呢 现在大量的政治人才和资源呢 还在公务员体系里面 而且呢 公务员也是很多行政经验 以及很准备去参与政治的一群 所以我们建议呢 就是公务员呢 亦都可以是一个副局长 可以考虑的人选 再者呢 我们想加入考试的原因呢 就是希望透过一个竞争和考试的形式 就是所谓binary的principle 是可以增加到副局长的应酬性的 至于第二个建议呢 就是针对局长层的人工的问题 那其实呢 自2009年到现在呢 公务员的薪酬呢 是逐渐向上调升的 但是局长的薪酬呢 就没有相应地去提升的 那虽然呢 近期呢 立法会已经通过了局长可以加工了 但长远来说 如果我们要疏离局长 和d8级的官员的薪酬结构比例的话呢 我们就建议各个司局长的薪酬 是和d8级维持一定的比例 去增加高级公务员成为局长的诱因的 第三个建议呢 就是关于政治助理的 那首先交代一下 现在政治助理的薪酬的安排呢 那在2016年12月呢 关于新军独立委员会呢 就建议了 因为正座的政治背景不同 正座的人工呢 只是需要设一个上限而已 那每一个局呢 是可以按住那个 正座的背景和资历呢 去决定它具体的人工水平的 而如果正座的人工是低于上限的话 譬如我当个正座只有7万元人工 那它和顶身是欠3万多元 那那笔钱呢 现在政府就建议呢 是可以弹性去给局自己去调配的 而我们的建议呢 就是希望再推多一步 是希望进一步地弹性使用 原本属于政治助理那一笔的现金薪酬 即是说呢 属于政治助理那一笔钱呢 现在我们就建议那局 怎样用都可以 他可以邀请一队人 回来做research 又可以 或者他用回去部门也可以 但是如果呢 那个局长认为 除了副局长之外 我还想邀请多一个人 回来帮忙啊 那我们呢 就建议由另一个机制去取代 现在的政治助理 那一个机制呢 就叫special advisor 特別顾问 那特别顾问呢 他的工作呢 简单来说 他就是属于局长的个人智囊来的 主要工作就是 从一个专业的角度 去向局长提供意见 而同现在呢 最不同的安排呢 就是关于聘用程序 我们建议呢 应该是由局长 去有最终的决定 去请哪个人做他的顾问的 那这个就是避免一个情况呢 就是避免了局长 因为不熟悉 他的特别顾问的能力 而令到顾问是投限至省的 而且呢 另一个和现在的分别呢 就是关于培图措施的 因为可能记者朋友会觉得 那这个局长很大权呢 那我们会有一些制行措施的 包括呢 就是特别助理 是需要有一套 自己独立的工作守则 还有呢 局长他要请 那个顾问之前呢 他是要向行政长官 去交顾问的履历 和具体的工作安排 去确定顾问的能力 和他的具体的工作呢 是符合的 那至于聘用了之后呢 我们都建议呢 是要公开那个顾问的个人理力的 好 那我解释多一点点 为何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呢 就是关于特别顾问 那其实这个机制呢 是来自英国的 那现在呢 英国的大臣或者部长呢 他们可以最多请两个 特别顾问 那而特别顾问的工作呢 就是去提供专业意见 譬如一些媒体的意见 或者政策意见 那而这些的顾问呢 也是部长自己去找的 去令他更加可以配合到 那个部长的需要 最后呢 综合那个建议一二三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达到两个目的 第一呢 就是增加局长和副局的潜在人选 第二呢 就是确保局局长是得到充分的支援的 你会见到呢 这里红色那个框呢 就是说局长的潜在人选 那尤其是呢 当我们提升了副局长的水准 因为我们加入了考试的机制 他们是较大机会做完副局长之后呢 是可以胜任做局长的 至于呢 绿色那些框呢 就是说副局长的潜在人选 包括这里所写的公务员 特别顾问 以及据社会一些经验的人士 那最后黄色那个框呢 就是关于对局长支援的人员 就是特别顾问 另外呢 有两个建议的 那这两个建议之前 曾生在发布会都说过 那建议四呢 都是针对局长的 就是说着呢 我们要求主要官员呢 是需要定期去主持社区居民大会的 那因为呢 我们一路所说呢 就是说政治委任层 就是要做政治工作的嘛 那所以我们呢 就是建议呢 他们需要和公众有定期的接触 去解释政策 是希望增强他们政治能力之余呢 也都令到政策局要推政策的时候 是更加容易的 最后一个建议呢 就是针对整个政府领导层的团队精神 我们建议呢 呢 行政会议呢 是要改造为政府的内阁 去落实集体负责的 那在这个原则 内阁的原则之下呢 呢 非官首成员呢 是不多于五个人 而且也都不接不接 非官首成员的召集人的 那在主要官员呢 占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 行会将会改造成为政府的内阁 目的呢 就是肯定全体的主要官员 是同意政府的重要决策 而如果他们有异议的话呢 是需要在内阁会议里面提出 而官员呢 所有提出的异议 也都是以一个内阁成员身份去提出 并且是进行集体决议的 当有决议之后呢 所有的行会成员 包括官首和非官首成员 都是要支持那个的决策 并且是负上集体的责任 这个建议的目的呢 就是令到官员更加拥有一个内阁的意识 令到特区政府的管治理念更加一致 以及避免官员会出现一个 叫国家自送门前说的情况 那总结来说呢 我们上述的五点建议是希望去处理三个问题 第一是政治人造培训和晋升的问题 第二增强官员的政治能力 第三呢 就是整个政府领导层的团队意识 我们希望改善这个问题 那是这么多 我帮助报告的建议 现在有问题 那么要讲到 我在做一个问题 我要讲到今天 我没有请问一下 我需要问一下 我等于一员 我需要问一下 我问一下 我可以 我需要问一下 因為有兩種方法在增加的利益 雖然是選擇或選擇 我們所提供的措施 是在增加的利益 雖然是公平的措施 所以為了解問題 讓其他雖然的利益 不被认为公司或公司的公司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给 Jessica 是有关关系的政治气氛 因为我们都说它是热门在中国 是有关关系的公司 公司不需要认为公司的认为公司 没有人的能力 想要进入公司 rather than it's a system issue well what you've mentioned are two different ques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re's no lack of talent within our community and if we simply think that no talented people would want to join the government then there's very little we can do however, judging from experience in the past I think there are always good talented people committed to public service who want who are willing to join the government now the other question why we need a more formal recruitment exercise for the undersecretaries we all know that the the recruitment of AO's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is always a very competitive exercise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be may have become kind of public perception that undersecretaries are simply handpicked by either the chief executive or the relevant secretaries without considering or without justifying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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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lification their merits at all so we believe that a more transparent and rigorous process of recruitment can help to elevate the esteem of the public of the of the undersecretaries in the public and also within the civil servants within the civil service as well sorry my question about that it's more of a political climate issue rather than there's I mean if it if we believe that the political climate doesn't encourage good talented people to join the government then perhaps there is very little else we can do however by introducing a more transparent and credible process of recruitment we believe that it will help improving the public's impression on the political appointees yes 我可以先回答 剛才你所說 將行政會議變成一個類似高層次的諮詢架構 其實在曾蔭權時代都是這樣做的 當時他加入了很多非官社會成員 我覺得曾蔭權的做法 其實是類似 剛才我所說的其他英聯邦國家的做法 就是他有一個諮詢性質的架構 類似一個可能叫Queen in Council 另外當時曾蔭權有一個叫政策委員會 那個就是主要的官員去參與 亦有很多實際的決策 是在政策委員會做的 但為何我們始終覺得行政會議 變成一個內閣會更加適合呢 主要有兩原因 第一就是重要的決策 都一定要通過行政會議 第二就是行政會議 現在來說在本地立法層面 是一個叫集體負責的原則 這個原則其實也確保到 官員他們是會互相去支持 那個政府的主要的決策 是這樣的 其實如果你看到剛才那張圖 你會看到其實2009年開始 常秘和局長的人工越收越窄 他們之間的距離 我們所說的就是希望兩者之間 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比例 但至於多少% 我們是不會幫政府定 其實那個idea就是來自 現在無論是正座還是副局 他和局長之間的薪酬 都有一個percentage difference 是固定的 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我們看看其他歐洲國家 他們的政治委任班員 和高級公務員之間 都有一個固定的比例 身材比較大 對於香港來說 那更加第三個原因 就是我們訪問過 有些前的局長 他就認為其實 因為那個薪酬 是對於去顯示 去即及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如果我們那個局長 那個薪酬 其實和上面 是沒有一個固定的距離的話 其實是吸引不了 一些有能力的人 去擔任局長 鄭先生 想問一下 有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 即是定了一個比例 會不會帶來一個問題 是反而 一些比較沒有那麼有能力的局長 反而人工是高 一些比較有能力的局長 是一部分的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 其實政治助理的功能 設立的時候 原野和立法會 會有一些政治上的聯繫 如果轉了做特別顧問 會不會沒有人做這方面的故作 第三件事出明了 行立會 為何是說 因為習體負責制 或者現在已經看到有這些原則 為何將人數 非官司的人數 多於五人 就可以令到那些官首的官員 有一個外國的意識 可以改善到這方面 三件事出明 請問一下 我答案 好 如果一個沒有能力的局長 他造成的最大的問題 是不在於他身高 是在於他損害政府管治的威信 所以我們不應該想一些辦法 用便宜一些可以請一些差的局長 我們的出發點應該是 那個局長應該是升任的 應該是能幹的 然後呢 他那個薪酬 是跟他那個能力 和那個在政府裏面的作用 是相稱的 甚至呢 是不會由於那個薪酬定得不合理 而是造成真正有才能的人 對於擔任這個局長呢 對於擔任這個局長呢 譬如我們在想著 剛才OK說 即是跟這個 這個 這個 上臂的薪金的差距呢 我們在想著 在這個 政府公務員裡面 高級公務員 在上臂的級別裡面 可能也是局長的 任才 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 那如果他加入這個局長 他覺得責任重了 壓力又大了 那個保障又沒有公務員那麼多 那薪金呢 又不是很吸引 那這個變成很合理 這個聘用條件 我們一定要從那個 怎樣找到一些 真正好的人才 做局長 做出發點 我想回答你第三個問題 先關於行會那裡 其實 行政會議的組成和職能呢 就回歸以來都變過不止一次的 剛才K已經說了 在董先生 第二屆政府 推行民集制的時候 實際上就已經改組了行會 當時就是 所有司局長 就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然後就加五位非官首議員 那因為《基本法》寫了 除了主要官員之外 還有這個 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 那實際上已經成為政府的內閣了 因為所有那些決策的官員 都坐在那裡 後來到曾蔭權先生接入行政長官之後呢 他就大幅度 重新增加這個 非官首的成員 那當時呢 由於 有十幾位 這個非官首的議員 曾蔭權先生呢 曾經考慮過 曾經考慮過 是否不一定 所有司局長 都繼續留在行政會議的 那因為 你留下一處呢 加上三十幾人開會 就變得比較臉腫了 那但是呢 商量過之後呢 因為很多司局長 當時就覺得 去到2005年那時候 問責制已經行了三年了 社會上已經有了一個觀念 就覺得那個行會 其實就是內閣了 行會的成員就是所謂 內閣的議員 內閣的成員 那所以那些司局長 都覺得如果他們 離開行會呢 反而會不會 被人家有一個錯覺 就覺得他們呢 就是 從那個決策層那裡 退了下來 那於是呢 最後 當時的行政長官 曾蔭權先生 就決定 所有司局長 留在行會 不過 跟著就有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安排 就是他們不需要 出席行會 不需要出席會議 除非是談到 跟他們的局有關的政策 是這樣 所以這個做法 沿用到現在 現在就我所知呢 並不是每一個司局長 每次都出席行政會議 行政會議就是會議 你作為行會成員 就不出席會議 那有什麼問題呢 討論另外一個局的政策的時候 其中一個局的政策的時候 其他的局長呢 是不在場的喔 那你怎麼能夠叫他們 揹起這個集體負責的作用呢 你對比起 你對比起 短短的幾年 就是董先生剛剛引入那個負責 就是那個問責制的幾年 所有司局長 都坐在那裡 每一個行會的決定 司局長 都有參與 所以你叫他們 集體負責 這個完全是 合理的 但是他都沒有參與 討論 剛才阿K說 他們可能在政策委員會那裡談過 但是政策委員會呢 大家社會上都不知道那個 那個 職權去到什麼 我們的理解就是一個協調各個局之間的工作會議 所以我們既要維持行會的那個集體問責制 但是那些主要官員作為決策者 又不是全部坐在那裡參與所有的討論呢 這個其實不合理的 你要那些非官首議員 同樣跟你擔起這個集體負責的這個責任呢 也都有不合理的地方 因為大家知道 非官首議員他不是全職的行政人員 他真的每個禮拜就去開會 那麼到最後落實那個政策呢 也都不是由這些非官首議員來負責 所以整個現在的那個組成和運作的方式呢 似乎是有些兩頭不動案的 就是說你說 你徵求這個社會上面 一些各方面專才的意見 但是他又是集體負責的 保密的 邀請一些政黨的代表進去呢 他都有一些困難 因為他又不能跟黨友商量 行會在談那些事情 他很密的 但是你一拍板之後 他又要揹起負責的那個責任 但是那些主要官員 作為決策者的人就全部參加 所以這個我們覺得 不是很有利於我們釐清那些權力和責任的 所以我們看回歸以來這二十年 運作得比較合理的做法 又看其他地方 例如新加坡 其他英國人管過的地方 曾經有過Exact Council的地方 我們覺得現在這個建議是比較合理的 所以我忘記了你聽足 沒有證助這個職位 你會否和法會議員更加 不如你再說 好 首先第一點要釐清 其實現在局長要去聯絡立法會 就不是只是靠政治助理 他可以靠SAO 即是高級政務主任和其他AO 甚至是局長本人自己去做聯絡工作 至於第二點我想說的 就是我們其實沒有排除這些特別顧問 就是可以去做聯絡工作 只不過我們認為 不可以是給十萬元去請一個人 就只是做聯絡工作 這樣對於很多市民心目中來說 他們會認為其實是工作性質和薪金 是沒有一個掛勾的 至於另一點我想提一提 就是關於英國來說 他們的部長都會有一個 叫做政務議會的私人秘書的崗位 那麼這個議會私人秘書 他們有一個優勢 就是因為這些私人秘書 本身是議會的成員 但是相比起來 即是香港的政治助理 他們不是來自議會 或者他們不是現任的議會成員 變成他要去聯絡議會的議員的話 其實沒有一個優勢 這個是第三點 再問到行會那裏 因為現在一些巨大的爭議性的政策 那往往就是行會拍板通過了 社會有一個聲音 就說行會沒有接納到一些社會的議員 那萬一實行了內閣 就是非官守衛人員 就只剩五個了 會不會在公眾立場中 訂立的議員會更加深 就是行會沒有接納到一些社會議員 制定政策的過程 要接納社會意見 就不是在行會那裏去做的 大家知道 去到行政會議那些政策文件 都是來自各個政策局 因為我都在行會坐過一段時間 那個文件裏面一定要包括 即當政策局向行會提交一個政策文件的時候 裏面一定要包括 政策制定過程當中 經過什麼諮詢的程序 各方面的意見 辭分者的意見是怎樣 立法會裏面各黨派的意見是怎樣 一定包在那裏 即是說 那裏怎樣去諮詢公眾意見 去吸納公眾意見 包括立法會裏面的各個黨派意見 應該做在前面 去到行會那裏 就是 的確是政府最高的一個決策的層次 來做決定 拍板 就是這樣 還有 給所有決策的官員都有一個參與 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覺得 你要維持行政會議的保密制 和集體負責制 的比較合理的一個出路 Sorry, mr. dong About the cabinet issue how would turning the existing land 石空 into a cabinet make the officials more accountabl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ue to your understanding what's happening now and 其實 this is not something new during the second term of the government the chief executive business C.H.Stone tried to turn the Executive Council into the government's cabinet. The way of doing it was actually very simple. He included all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made the number of unofficial members a minimum. We have to retain the number of unofficial members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because of the requirement of Basic Law. The Basic Law says, apart from principal officials, there shall b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cluded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So Mr. Turn kept the number to a minimum, which is actually the number we are suggesting, five. There were only five unofficial members in the Executive Council. So all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attended every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nd they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 of every major policy decision made in the Council. And this is how the Executive Council can be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government decisions and actually plays the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cabinet. How is that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practice? Well, currently, as I understand it,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although still being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do not sit at every Council meeting, every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They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discussion of government policies which are not within their own portfolio. So it would be unreasonable for the whole Executive Council, including all the government secretaries, to be held collectively responsible for every single decision of the Council. but actuall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Council is not required to put an agreement into this? 如果我們去看看這個集體負責是甚麼意思呢,我們只能說直到現在,這個所謂集體負責制的觀念可能就是因為它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很明確的定義, 會有這些合謀的地方,即某一個政策是由某個政策局負責的,如果當那個政策出了甚麼問題的時候,到底是整個政府或是整個政府的決策層負責呢? 因為自己是那個局長負責,我們參考其他地方的那個負責任的分工呢,我們覺得一個合理的做法就是,那個政策本身,如果是在行政會議,或者現在我們說的那個內閣裡面,集體決定的話呢,就是集體負責的。 給你舉個例子,如果大家談過了,是說要繼續考這個TSA這樣說,就不是只是教育局長一個人定的,是整個內閣都有這個決定。 如果這個決定在社會上受到很大的阻力的時候,就應該整個政府都會出來去支持,去解釋,去爭取市民支持。 但是,在執行的過程當中,這個政策定了,如果那個局長,或者那個政策局,在執行的過程當中,由於他們執行錯誤,或者在這個推行的過程當中,明顯的是局方的決失,而使到那個政策失敗的話呢,那個局長就要做個人的負責。 就是我們要這樣分開,即是你說,那個是一個政府,集體決定做的一個政策,就不能夠將責任正式放在局長那裏。 但是你執行過程,如果出了問題,就應該是那個負責的官員,他自己個人負責。這個我們認為這樣就可以清楚界定了集體負責和個人負責的分別。 對,還有其他問題。 我想問問,但剛才你說,如果副局長那個位,都可能就需要做這個考慮。 剛才你說,最多的問題,可能去到D3,D3其實是一個負責的。 還有,我可以問,即是,我可以問,即是,橫著技作女那裏,可能是有些特別負責的專家。 你是不是看回之前的做了,即是不是太熟書,即是,也需要這些那麼特別的要求。 OK,那為什麼我們會選D3呢? 如果我們說現在D3級的公務員,就主要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副署長,或者副常備這些的崗位。 而通常做到D3級的公務員,他們之前已經有一些訓練了。 包括就是做過局長的政務助理,或者是做過民政事務專員。 而,我們也看回政府的做法,就是通常一個AO進入D3級之後, 他會有多些具體的管理工作的經驗。 那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為什麼我們會選D3呢? 就跟人數的撲構大是有關的。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計算D3級以上級的公務員,大概有120人。 而他們的年齡,亦都是合乎,即是和現在副局長的平均年齡是差不多, 差不多44至45歲。 至於另一個問題,你想問政策不屬書的人嗎? 要求特別範疇的專家嗎? 是的,其實我們所謂的特別範疇的專家是說, 那個政策,他過往的學歷也好,他專業背景也好, 應該是要跟那個局是要match up的。 不可以譬如他不屬那個政策局的範疇, 就走進來做政治助理。 我們是想tackle的一個問題。 還有,其實我想問一件事就是, 怎麼強調那個內閣的紀律問題呢? 即是跟現在所謂的那些聲音說, 即是剛才跟加索說, 吸納泛民入行會, 這些這樣的呼聲, 是否本來背道而馳呢? 尤其是那個紀律那麼強,叫集體負責。 即是因為那個內閣現在不是有, 好像外國那樣是由選舉去產生, 即是國會多數都會產生的, 那是否會吸納整個社會, 反對黨又咬執政黨洋, 這個本身是做不到的? 你覺得對喔, 我們並不主張行會變成一個大集會, 即是不同政治理念, 不同黨派的人都走進去。 那你想想,一定是有矛盾的喔, 那怎能夠集體負責呢? 而且也行不通喔, 國外試過的喔, 即是以往曾經也有過一些, 無論是回歸前的行政局, 回歸之後行會, 曾經也有過一些嘗試說, 找一些政治理念不同的政黨的代表進去, 是行不通的, 結果做不到的,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那兩條原則, 保密制和集體負責制, 我們就說過, 我作為一個反對黨, 我進去了, 你行會談的事, 我不可以拿出來和黨友談的, 然後行會拍了板, 就要綁了我, 那他那個主張, 和我政黨是完全不同的, 是嗎? 那我怎能夠去支持你政府呢? 所以, 大家如果, 有, 即是記憶的話, 以往也都曾經有過一些政黨, 有過一些泛民的政黨, 是表示, 你如果要我入行會, 就要取消這兩條, 不能夠繼續保密制, 不能夠集體負責制, 那當然政府做不到, 如果你把行會取消了, 這些以往一路走的原則, 你就要想, 那還不是行會來的呢? 所以,如果你要吸納不同的人, 有很多途徑的, 政府有很多諮詢的架構, 很多諮詢的組織, 我們, 這個, 香港願景呢, 也都過往提議過, 如何加強, 或者改善, 政府的諮詢, 公眾途徑, 包括, 如何改善, 政府的諮詢的架構, 那裏應該吸納大量的, 可能來自不同的背景, 包括不同的政黨的人士, 在那裏, 但是呢, 不應該, 拿那個, 行政會議來做, 即是, 行會始終, 它是一個, 如果按基本法講, 就是協助行政長官做決定的, 按我們, 如果將它真的, 演變成為, 這個, 政府的內閣, 它就是, 特區政府最高的決策, 的, 那個, 機構, 那裏說呢, 如果真的有政治理念, 不同的人, 在那裏, 坐在那裏, 是, 即是, 沒有法治民作的, 問題是, 即是, 入職有三個人, 即是, D三個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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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阻礙了一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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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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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 如果是, 可以進一步, 增加透明度, 是否可以反而更加吸引到, 更加多人來投考呢? 我們照顧到, 你剛才所說的, 所謂叫做, 又不是, 特別顧問, 又不是, 但D三的需要, 最後一個選舉, 就是, 據一個, 十五年的, 鑄影經營。 可以問一些特首選舉嗎 問完這個報告 還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就進入第二次 你就等一等 OK 好吧 因為現在按照民調去看 其中一位的候選人比較領先 但萬一到最後是民調比較落後的林鄭月娥上任 擔不擔心為了下界政府 都留了一個很大的統治危機 可能得不到民意的支持 第一 我們大家都很熟悉 要做好這個行政長官 除了民意調查得出來的分數之外 還有其他條件 中央官員多次表示四項條件 四項條件當中 當然是包括得到香港人的擁戴 這只是四項條件招勇之一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或者不同的候選人 有些會是某一項條件分數高些 表現好些 有些是另一項條件表現好些 我相信無論是選委或最後中央作出任命的時候 他一定要全面來考慮 我相信無論是誰當選都好 他都會知道 爭取這個社會大眾 爭取市民的支持都是很重要的 即他能夠順利去施政的條件 所以我認為 那個行政長官他當選獲得任命 他做好團隊的上任之後 他還有相當大的空間 去爭取這個市民支持 提高他的民望 這不是我的猜測 也不是我的判斷 你如果看整個訪問 是有個問題先提出來 即是說 在選委會選出來的任選 中央有沒有可能不任命 這個問題其實等於問 這個問題是等於問 中央政府對行政長的任命 是只是禮節性的 而形式上的 還是實質的 如果你說不會 這個選了誰出來 中央就一定任命 這個即是證明 那個不是一個實質的任命 但這件事 中央的官員已經多次聲明 不是這樣一回事 所以我講的是一個 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實 沒有人可以說 無論誰選出來 中央都一定任命 不存在不任命的可能性 等於我們去否定 中央這個說法 這個任命權是實質的任命權 我講是講這個事實 但我也有講了 我很相信 如果中央真的要考慮 不任命一個選委會 選出來的人選 他一定要很慎重去考慮 如果你任命了他 會有什麼風險 會造成什麼問題 不任命他 也會有什麼問題 他一定要很慎慎地考慮 如果真的不任命 又會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告訴大家 我現在聽 是嗎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認為 是唯一一個去理解中央的官員 說這個 任命是一個實質的任命權 即這個任命權 實質的任命權 我看不到其他的解釋 那你覺得中央有沒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去任命 去任命 我不知道 沒有 是嗎 我剛才說的都是一般來說 我不是特別某一個人 如果真是最後的問題 會有什麼效果 那這個 你去到時候才知道 是吧 你不能夠 總統這樣說 我只能夠說 如果真的決定不任命 一定 中央一定會有非常之 強而有力的理由 也都一定會說出來 那這個我不能夠猜測 我亦都沒有任何的根據 去猜中央是會不任命某人 但你問我 是否是排除 不任命 一個當選的人選 那怎樣呢 沒有人可以排除到的 因為如果你排除 就等於說 那個不是實質的任命權 對不對 如果中央真的這樣做 會不會覺得 對整個香港的選舉制度 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那個是寫了《基本法》的 是依足《基本法》做的 而且要留意 現在選委會選出來的 那個不是行政長官 選委會選的那個叫做 行政長官 而人選 是交給中央考慮 來去任命的 都寫在那裡 所以 而我們那個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 也是這樣寫法 並沒有說 一完成了這個選舉 選出一個人 那個人就是 新一任行政長官沒有 不是這樣寫法 所以並沒有衝擊到 我們那個選舉制度 但其實現在呢 有這麼大的爭議 即是咬了這麼久 會不會選出來 不任命是否一個理想的狀況 以後 需不需要一些改革 去避免這種狀況 我不明白的 你問一下 即是現在經常咬 可能選到裝燈出來 可能那一分鐘 會不會任命的責任是非難 那這個情況 是否一個理想的情況 對這個選舉來說 第一 這個不是新問題 來的 這個從一開始 第一屆開始 已經在這裏 是吧 第二 我不覺得 你特別把這個問題 掛在某個人身上 即是 哪個人選到 現在我們 即是星期日才知道 是吧 是吧 那就會假設一番 如果某某人選到 而中央又不任命 那不是有個很大的 建制危機 那你永遠都有這個 這個說法的 我覺得這個 現在來到去 爭論這個問題 我覺得毫無意義的 我們 你一切我們都要依法辦事 由基本法 至到我們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都寫得很清楚 是這個 在選委會 令出的人選 和由中央任命之間的關係 怎麼一早都寫在這裏 這個不是一個新的發展 來的 Mr.Done Kerry Lam according to the portfold results on Sunday she has a net oblige rating of negative 90 something I heard you say that whoever that wins can actually still try to get public support but isn't that level really beyond repair especially compared to 中央任 I study mathematics when I was in university but I'm afraid it is beyond my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these numbers actually mean what does it mean when they say that you have a negative score in your popularity rating what does it mean people who voted people who voted could choose support or polls or insane like in Leggum that's how they came up with the very popularity well another thing I learned when I studied mathematics in university was there is a saying there are lies damn lies and statistics so I did not take statistics when I was a mathematics student because my seniors tod me mathematics doesn't lie statistics does so i cannot interpret i don't know what the statistics the figures mean if anything these quantitative these quantitative these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a candidate's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cannot account for the qualitative aspect of support there may be say a hundred people say yes i support candidate A however if we have 50 40 people saying they will support candidate B very strongly whatever the circumstances then maybe it is more reliable support we don't know in short I cannot I really it is beyond my ability to interpret what these figures really mean what they can really tell or 上次 多數民調都認為曾駿華比較領先林鄭翠華 所以你之前提到的史詢是 Kennedys 是正確的 多數民調都說曾駿華比較領先林鄭,數字的領先 但那些數字代表什麽我是不知道的 我沒有否認這件事 多數民調都是曾俊華先生的領先 那這代表什麽呢 譬如說他有52分 或者有73分 那代表什麽呢 那這個負20分 那代表什麽呢我不知道 那些做民調的人也沒有說 如果他有40分以上 就等於他是一個好的行政長官 有這個70分以上 他就是一個 舉世無雙的行政長官 他都沒有這樣說 是嗎 所以我不懂得解釋 只能夠說 剛才那些同事問 那這些民調怎麽呢 這只是四項條件之中的一項 還有其他三項 曾先生想問 今天有會計算 就說想約林太片面 林太那邊就能復環 即是三年前那個 我們再用後印辦的身份約片 你認為去到 有沒有提到 林太覺得自己性軟在壓 其實算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去到這裏 其實有自己學步原諒呢 我不知道 我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所以很難去評論 又不知道真還是假 有否留意一下幾位候選人 在論壇上的表現 有哪些令你特別深刻 我覺得幾位都表現得很好 當然 我過月講過 我是不便去仔細去評論 三位候選人的表現 有很多傳媒機構 約我去做這些評點 我都推了 我想讓公眾和選委去考慮 而且我都注意到 在選委當中 本來支持不同的候選人的選委 對於那些候選人的表現 亦是有不同的評價 有些就說這個表現得非常出色 有些說那個表現得最好 即是變成我來再加上一把聲 沒有什麼大意思 周三年至你會不會太支持 你的國防選人的選委 不會 因為我沒有 我都沒有票的 所以 那些候選人亦都沒有來找我 拘捕那些票 肯定有無票的 都可以下票 三位候選人呢 坦白說 港日湖官呢 過往接觸得比較少 但我都很尊重他 另外兩位前師長 都是我很多年的朋友 我們兩位都非常之尊重 我不願意在這兩個場面的朋友當中 一定要做一個公開的選擇 對 鄭先生 上個禮拜你說中央有人勸退你 不要今屆參選 那你會不會排除有人下屆再選 她說的不是叫我不要今屆參選 她叫我不要參選 而且下一屆我75歲了 我說今屆我 不是說很積極 很認真要考慮要去選 其他原因都是考慮自己 考慮到自己那個年 即我足足70歲了 今年 再過多五年 無法指 事不安於 可能下一屆不用五年 到時我們再考慮 鄭先生 我想問 接下來人大整協半大 你自己有沒有可能性 會做梵體的設計 沒有 我沒有 你如果要做人大常委 首先要選人大 我這麼難得 不用再選這個立法會 我不會考慮再選其他東西 包括人大 完全沒有這樣的計劃 去選人大代表 讓你年輕一點做 下屆的EXCO 下屆的EXCO 或者 下屆的行會 或者 可能 這些陷阱 是很 不應該由我來講 因為大家都知道 哪些人入行政會議 如果下一屆行政長官 真的聽了我們這個建議 那行政會議會很少人在這裡 當然要考慮 非官首議員 不好意思 他當然要考慮 如何去選 非官首的議員 這個是由新一屆行政長官去決定 現在可不可以說 林鄭 好像一路以來中央很多信息 都支持 可不可以排除 如果林鄭當選 就是中央不任命的可能性 或者她的不任命的可能性 比其他人低 因為剛才說 不能夠排除 中央不任命的任務 我也只是這麼說 我不想針對任何一個人選 來考慮問題 我是說法理上 中央是完全 是有法理依據 是不任命 一個由選委會選出來的人選 那你叫我去猜 選到誰 他就會 不任命的機會高些 選到誰他就一定會任命 我覺得我不適合補助 多謝各位 多謝